大家好 今天是3月19日 星期一 今天星期亦是市場很關鍵的星期 包括外圍方面有聯儲局議席 還有特朗普 究竟炒人後有沒有後續 而港股方面 大眼籌 700 騰訊和 2318 平保 都會在星期二 星期三出業績 看看市場會否受到這兩份業績大動港股表現 否則有機會下市大約三萬一千點 保完聯儲才有力向上